10.環球時,俄中醞釀聯合營製大飛機鞏固兩國互信,面對空客波音 2015年9月4日透視俄羅斯經濟B07借以蓋,普貴期今透視俄羅斯特約記者借以蓋 普貴期今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成為俄羅斯軍用飛機的最大進口國之一 如今,俄羅斯和中國將聯合營製民用飛機 雙方合作打造的客機將成為波音和空客的競爭對手 兩國聯合營製民用航空領域高科技產品的時代已到來 俄羅斯戰略與技術分析重心科研員雅西女 Karson Vassily Cashin介紹說,俄中貿易在當前出現下降趨勢 這種至今密集型項目無然能鞏固雙方的互信關係,對兩國都有利 從零開始造大飛機巨式俄羅斯聯合航空製造公司 新領導人稍早之前已提出實施聯合項目的設想 目前由《UAC》和《中國雙飛》的技術專家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已成立 正在積極討論未來客機的技術方案 有消息稱,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期間 兩國可能專門就航空航天領域合作問題舉行談判 尤其是將重點討論聯合營製寬體客機的問題 雙方優勢互補UAC項目與創新副總裁德米特類 馬彩諾夫·Dmitry Madsenov表示 UAC的指公司非行複合材料公司正在研究以最先進技術為基礎的未來基業複合材料 此外,該公司還在營製一種可製造複合材料機身的技術 我方還可對項目提供部分投資,並提供一系列生產平台和高數質員工 德米特類、馬彩諾夫表示 中國比較有名的是其在國際合作框架內建立的高效率生產平台 其中包括與波音和空客的合作 中國還擁有從微電子導機器製造的巨大產業能力 另一個重要條件使中國各航空公司可以成為產品的前期客戶 專家指出,聯合營製的發動機可能成為市場上的一款獨立產品 其異意不太於飛機本身 俄羅斯航空工業高級專家 Aviaport通訊社分析部主任務列格 潘哲列也夫阿勒坦德烈在評價聯合發動機項目時說 營製大推力發動機的俄中合作項目是雙邊合作的關鍵優先項目之一 預計該項目將分為兩個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飛機製造商希望從已擁有這種產品的國際主要生產商 哪裏獲得供應?第二階段是設計自己的發動機 這是完全可行的,但要明白,這一項目將耗資巨大 這位專家指出說,俄羅斯已擁有設計 PD-14未來發動機的經驗 耗資目前難以預估整個項目的成本目前難以估算 UAC 的專家強調 只有飛機設計階段結束後,才可能估算出具體數字 奧列格、潘哲列也夫則預計需要130億至200億美元資金 他說,如果俄羅斯和中國的本幣繼續貶值 那麼最終成本可能接近這一股值的中間數字 如果項目一再拖延,則好資會接近上限 因此,盡可能地抓緊工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此外,不排除國際投資商和合作夥伴參與該項目的可能 未來寬體客機主要銷售市場將視中國、俄羅斯、亞太地區 中通及拉丁美洲國家 第一不定單將來自俄羅斯和中國 在俄中聯合營製客機的同時 市場已被空客和波音的寬體客機佔領 因此新的合作產品將不得不與其進行競爭 奧列格、潘哲列也夫說 在我們的聯合產品落後於競爭對手的時間內 完全有可能開發出一系列技術 使我們的產品至少能追評對手 甚至有可能超越它們 本文刊在自環球時報透視俄羅斯專刊 內容由俄羅斯報提供 作詞推特